好我们看下面呢 玄聘之门四位天地根 玄聘之门要进入这个凡本造化的门 各位门什么意思啊 门就是一个出路的地方 各位你回家你要不要先打开门啊 要啊早上出门 你是不是第一个字就讲到门 对不对 有一条正路的意思 为什么你早上你不说出窗啊 因为那叫旁门嘛 你要从门出去那叫正路嘛 所以门是比喻一个 这个工程的路守的一条正路 一个地方 如果我们从身体来说呢 说万法为新嘛 这个门就是新 才是一条正路 我如何去让这个玄聘的造化 是阳带头的而不是阴带头的呢 为什么我们禅修一直要讲 不分别取舍呢 为什么要讲放松呢 为什么要讲把力量拿掉呢 那就是说 人的干涉是属阴的 你把阴的拿掉 剩下就是阳 所以万法为新嘛 那如果从位置上来说呢 道家叫祖窍 那就是我们黄庭才能说的黄庭 就是那个门 玄聘有个门啊 要先找到门 世卫天地跟天地呢 指的是阴阳造化 不是指这个有形的宇宙 当然外面可以指有形的宇宙 可以指天下 可以指太阳月亮太空 当然你可以这么讲 但这样讲对你修行有什么帮助 没帮助 最后这些字眼都要落实到你的身上 对不对 在你的身上的天地是什么呢 天就是这个清清之气 上浮以为天 在我们人身上呢 就是神所居的地方 就是上丹田 那种酌之气下灵 以为地嘛 在我们身上是什么呢 就是下丹田 经所藏的地方 那么所谓天地根是什么呢 它就是阴阳造化的根油 说给我一个支点 我可以举起整个地球 那举起地球的根油是什么呢 就那个支点 我们可以旱玄天地造化阴阳的书籍 这个道不能懂 我们只能够称它为道 奇妙的变化我们无法形容 我们根本研究不特 我们研究不来 我们称它为神 对不对 太深奥了 我们称它为玄 那既然是如此 你怎么去掌握它的 这个枢纽呢 它的枢基在哪呢 那个天地根 就是阴阳的根啊 指的就是说 这个阴阳造化 宇宙造化的那个枢基啊 最后还是得落实在你身上 在我们人生呢 那个天地的根啊 天就是在上丹田 地就是在下丹田 旱玄这个天地阴阳的根是什么 就是在中丹田 就是良心 但是呢 它指的不是个位置 它指的是 喜怒未发之前的那股中气 就是天地根 所以你要从哪里入手才找到一个门呢 就是从我们的心头啊 黄庭这一窍啊 见证里面喜怒哀乐 未发之未踪 心体上啊 原来是是有一股 像胎息一样的中气 它是不停的运行的啊 那个才是叫做 天地根啊 旱玄 天地阴阳造化 根由 总离不开万法为心这句话 各位我们在上一章是不是讲说 天地之间其有妥悦乎啊 有没有 就是天地之间就是讲中丹田 天就是上丹田 地就是下丹田 各位为什么说 说蒋师长你怎么讲 今天每次扯到身上 我不扯身上要扯哪里 各位 这胆情道书是写给人看的 是写给你可以用的 字字句句都在你身上 这一点是错不了的 不然讲说大道永恒 关你什么事啊 你知不知道它都已经永恒了 各位对不对啊 现在是你要学这个东西啊 好 那玄僻之门 世卫天地根 我们总和起来 我们浅显一点白话 是说 如果你要掌握这个 初玄入聘 反本的造化之庙 那这个造化之庙的 大前提就是 阳走在前面 阴走在后面 对不对 那么在自身中呢 却有个简易的入手处 从哪里做起才是重点啊 那个入手处 就是玄聘之门啊 那这个入手处是什么呢 就是觉知心体 未发的契机的实相 就是喜怒哀乐 未发之中 我们在进阶的课程里面 不都谈到这个吗 对不对 掌握到这个 等于掌握到了 天地阴阳造化的根油 就是你找到了 举起地球的支点 修行是很难的啊 修到如牛毛嘛 成到如牛角 大家都会说嘛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那个天地的根没摸到 你等同于摸透了天地 阴阳造化的根油 从哪里啊 就是万法为心 从这个心窍开始的 从这个心体开始的 然后有时候同学会说 老师你这个讲什么都扯扯 最后扯到皇庭来 万法为心嘛 不讲不讲身上 不讲内心 不知道要讲哪里 来我们来看一下 性命魁止的这一段 各位就会明白啊 主俏子 乃老子所谓玄聘之门也 这个主俏就是讲心俏了 物争偏云 要得古神尝不死 虚凭玄聘立根基 你这个那股中气 老天爷所付给你的性 那点佛性的真种 要让它不善失 而且得以扩中 那要评玄聘来立根基 也就是你要找到 阴阳造化的 反本还原之路 各位往六道轮回里面去 也是阴阳造化之路 只是这条路 不是我们要走的 我们是要走 反本那一条 所以叫做玄聘 修炼之事 成人之此一窍 就是指心窍 主俏 折尔金丹之道尽矣 所谓得一而万事必则也 得到这个唯一的 这个俏门 唯一的重点 那么其他的事情 自自然然就能够达成 所以叫做得一万事必 然而丹经大都欲言 所以这些丹经道书 都是一种比喻 使学者无所归凿 所以看不懂 因为它是比喻 前辈子为先天主人 讲的也就是这个主俏 讲的是主俏里面的一股忠气 万象主宰 太极之地 至善之地 灵结之所 虚无之谷 造化之源 不恶法门 圣生法界 归根俏 负命官 中皇宫 总辞门 极乐国 虚空葬 物己门 黄婆舍 首一谈 净土西方 黄中正位 这个 那么这个 怎么这两个字也跑出来 各位你常常听到人家讲说 不离这个 有没有 不离这个 这个不好讲 就讲这个 万法为心 这个 这个是什么 万法为心 说神是 真土 黄庭 种种艺名 难以惜举 所以各位 这都不是我自己在讲 我们黄庭才 最后取黄庭 这两个字 是很不容易 不知道我换了几次 才换来的 有的最后才发现 武教未立之前 黄庭这个字就出来了 这是我当时 为什么取黄庭 这两个字的意思 这个玄聘的门 从哪里路 从心 这个心里面住的 就是我们的先天主人 这是什么意思 老天爷 在我们出生的时候 给予我们一股忠气 住哪里 住在中丹田 好我们再看 姓名葵子的下一段 他说 存阳主思云 女存阳 玄聘玄聘 真玄聘 说这个事情真玄 不在心息 不在胜 不是在心脏 不是在胜脏 穷取生生受气出 莫怪天机都泄尽 生生受气出 我们投胎的那一天 那一股忠气降下来 进入到 我们的黄庭里面 就那一丁点种子而已 各位一丁点而已 一丁点 各位你不要小看那个种子 一粒种子虽小 养起来 可以做生物 对不对 可以结菩提果 那你怎么养 那你必须要有土壤 水分去滋养它 所以我们现在真种 已经在我们身上 那我们怎么去滋养它 只差这一点而已 如畏之人 因为它生生不息 一个种子而已 一粤无极 就是那一点阴阳未分的气 现在还在我们的身中 四位之珠 摩尼宝珠 是不是圆圆的 那学义经的人叫做中 是不是圆圆的 各位中 那个太极图画起来 是不是圆圆的 就是圆圆的 它在里面的那股气 存善无恶 所以叫做诸 一月圆明 到位之丹 丹这个字 你把它拆开来看 是不是一个日一个月 看到没 日月合 就是阴阳合体 就是丹 可是丹的意思 其实是无极的意思 一月灵光 皆知此 先天一气浑原至今也 各位在先天一气浑原至今 要翻译很难 观察皇帝 喜怒未发就是那个 你就问他说 哪个 就这个 不离这个 有一句话说 不离这个 不离那个 那个是什么 发而皆重结 未之合 各位你们发现 那些听起来 不知道讲什么东西 我们信手连来 都是白话 因为你找到那个根 那个天地根 懂吗 实是生生之元 受气之初 性命之机 万化之主也 我举这段话 各位是 告诉各位什么 不是我随便扯 古圣先贤 有所得的人 都找到这个 种词之门 为之天地根 所以我们知道说 贤聘之门 就是心体那股 中气 能够主持着 身中 反本的这个造化 从那里开始 天地之根 就是天下之大本 所以你看 对不对 儒家怎么说 中业者天下之大本 也那个天下之大本 就是道家说的 天地的根 天地的根 你看那个树 要长多大 是不是靠那个根 天地虽浩瀚 也是由这个根源 所长出来的 所生化出来的 好 那我们知道说 那这个主气 这么重要 这个 这个古神如此重要 然后我们去 要去 养他也很重要 然后入手处呢 现在也有了 那到底怎么做呢 就在下面这两句